可以啦 你自己再參考一下 然後這個AutoFist是指的是自動調整欄寬 如果你將來 如果你假設啦 因為你會發現最後我們好像還是需要什麼 把它選起來 點兩下 讓它自動調整欄寬 可是這個動作呢 假如說你不要用人工來做的話 將來可以在最後面這邊補一行 叫Column Column加S Column指的就是在VBA裡面就是藍物件 瓜糊之後的話 跟他講說哪一藍到哪一藍 從幫我從低藍到趨藍做什麼呢 幫我做點什麼 然後後面加一個Auto 自動什麼 適合的話就Fist 這樣就可以了 Fist OK 這樣子 你會發現我打的時候打小寫 他如果移開有變大寫 表示你這個字沒打錯 OK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Column時你可以先不要打瓜糊 你就先點 他一樣會跳出Auto 有沒有 Auto 這邊有AutoFit 然後你再去把瓜糊打上去 這個有點像跟什麼 跟那個Sales有點像 Sales也是一樣 他如果打了瓜糊之後 他就不提示了 你要這樣 OK 好 你會發現我握執勤的話 本來不會自動調整對不對 執勤 馬上自動 多一個動作 這個就是實際上等同於我們去做自動調欄寬的一行敘述 這樣就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再改寫成VBA 畫面切換給各位 所以也就是這一題 所以 VBA其實說真的 如果跟 裡面用Excel的公式比的話 其實說真的 並沒有 比較複雜 其實主要還是你要 學會一些基本的那個VBA的撰寫 的方法 還有一些 簡單的技巧 像K等於K加1這個 那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可以解決非常多的問題